因为明年将会加电费 中电每度电加5.8% 到128.9% 是2014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港灯是7% 到135.3% 升幅是2007年最高 现在看两只股份 投资回报率大概有4%左右 你觉得有这样的加幅 如果他们是因为根据原材料价格上升 而上调电费的话 其实未来几年都可以预期是继续加 现在又是一个吸纳的时机 因为在今年来说 的确是这些燃料 比如煤炭、天然气 价格都真的涨很多 你说电费加就不只是香港 很坦白地计算 你说国内也好 欧洲、美国基本上都说缺气、缺电 所以你预计整体的电价 短线里面都应该会上 但是这次你看到他加的电费 就不是说基本的电价是加的 刚刚你说到 就是在那个燃料附加费方面 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调升 才令到他每道电 在整个方面都是有加到 大概5点多至7%的幅度 那对于你说两电方面 我觉得又没有什么特别刺激 是 因为基本上大家其实都可能预计了 他应该都是一定要加 是 还有今次加了之后 纯粹都是offset一些成本 成本的上涨 没错了 那你说会不会真的 零零细细多了很大的利润呢 那我觉得又有机会很尾 而且始终之前几年 政府都已经调低了 那个两电的准去回报率 现在只有8% 基本上呢 我觉得就算他接下来再加也好 那个幅度呢 不会说真的特别大 所以如果你问我 在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 两电暂时就是一个平平稳稳 就是不会因为今次加电费 就零零细细会有一个很大的幸福主 是的 那譬如说有些投资者 都真的比较喜欢收息的 那譬如说选择都不少 有公用股 亦都有一些电讯股 亦都有一些银行股 那你觉得公用股 在你的选择上 它是不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选择呢 如果你说纯粹计本港 这些发电的那些公用股 其实就真的是最稳妥的 因为稳妥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就不会怎么受国内的政策影响 因为始终你说买些什么电讯 电讯当然你看看你 是中移动还是本港的电讯 如果你说内地的电讯股 都有很多政策去影响的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 香港本身的电讯公司 相对都是安全一点 那虽然你说纯粹以稳妥 以纯收息的角度 不考虑其他 比如股价上升下跌的因素 那这些两电煤气的股份相对是 比较稳妥 但是稳妥又不代表你赚很多 所以稳妥你没有什么风险底下 你就算让你吃到个息 当你价格不是怎么动呢 那你计算回报可能都是4厘多 就是5厘多 那坦白说你说以现时 就是中电或者港灯的息率来计算 不算是特别吸引的 就是说它在前几年 可能电能方面都有6厘多7厘 那现在它跌穿了6厘 只有5厘多 所以你说以收息角度来说 那这些位置我觉得就是一个 fair的水平 嗯 嗯